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近日 珊珊来迟的华为发布会 终于正式召开 回想起来 华为的上一次大型发布会 其实也就过去了一个多月 当时发布了全新一代鸿蒙Halmoneus 4 时至今日 这个新版本的升级设备数 已经突破了6000万 根据余总的说法 这是有史以来 升级最快的一代 但是 在提到大伙最关注的华为Mate60时 它却现场来了一个后撤不说 先锋计划的产品已经卖了一段时间 今天就不过多介绍了 这次的发布会除了Mate60系列美展开说之外 整体的模式 其实还是很华为的 依旧是包含平板 手表 耳机 车载内的一锅大乱炖 话不多说 Tiger就挑重点的来说 说起来还有点恍惚 从2014年发布首款 华为一样系列平板到现在 华为平板 已经悄悄走过了十年 累计出货量更是突破了一亿台 而如今全新的华为Matehead Pro 13.2 则被华为看作是十年以来的问鼎之作 先看设计 它采用了3比2比例的13.2英寸超大屏设计 虽然一眼过去 有个暗眼的刘海 但搭配超窄的四边等宽 它的屏占比很给力 达到了94% 尺寸都快赶上轻薄本了 那重量岂不是告别手持 其实还好 华为Matehead Pro 13.2的机身 依旧是维持在一个比较轻薄的范畴里 重量为580克 厚度为5.5毫米 屏幕素质方面 华为Matehead Pro 13.2采用的是一款 2800×1920分辨率的柔性来的屏幕 支持144Hz刷新率 1000nit峰值亮度 全局P3广色域等等 此外 华为Matehead Pro 13.2在硬件上 还配备了88瓦超级快充 灵溪天线设计 空间音频等 软件类质Hormonius 4 支持PCG WPS Alpha 当然 作为华为口中的新一代生产力工具 它还有另一处重大升级 在于配套的外设上 第三代华为M Pencil支持星闪连接 实现最低做到了恐怖的0毫秒 键盘则是升级了大尺寸的全域触控板 至于大伙关心的处理器吗 发布会上 于总只提到了适合手机同款的巅峰性能 还是麒麟9000S 价格方面 之前传闻是4999元起 实际上还不止 一共5个SKU 12加256GB的起步版本 卖5199元 顶配的16GB加ETB加键盘加手写笔套装 需要8299元才能拿下 聊完平板 要说本场发布会最高潮的部分 那还得是华为全新高端品牌 Ultimate Design非凡大师的亮相 众所周知 自从华为Mate就开始 往后的每一代华为Mate系列 都会有一个和保时捷设计联名的超高端版本 如今十年已过 随着华为和保时捷设计的合作到期 华为决定 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高端品牌 命名为Ultimate Design非凡大师 重点来了 作为新品牌的起点 这次华为还找来了刘的华先生代言 好家伙 华仔加华子 我已经想不到比这更炸烈的合作了 也没想到 前段时间机券里流传的某个梗 现在 居然成为了现实 新品牌Ultimate Design非凡大师的首款作品 是命名超长的 华为WatchUltimate Design非凡大师 用上黄金材质打造的智能手表 支持双向北斗卫星消息 百米防水等 省流 售价21999元 副隔产品 Tiger就不过多评价了 说到这个新品牌 相信大多数机友还是更关注 它在手机上的呈现 坏消息 发布会全程 华为Mate60RS都只亮了个外观 好消息 又是熟悉的方式 它在华为官网直接上架了 乍一看 外观还是熟悉的八角形相机模组 按照官方的说法 这次引入了全新的传奇星钻设计 两款配色的背板巨雷陶瓷拼接 其中 瑞红版本还在陶瓷工艺中 引入了稀土元素 不得不说 这个红色 真的烧 翻到正面 华为Mate60RS和ProPurpose一样 也采用了三挖孔的四边微曲设计 并覆盖每台客5同款的 玄武钢化昆仑玻璃 至于配置的话 Tiger翻遍了官网 发现 它倒是和此前已经上架的Mate60Purpose 基本没啥区别 ProPlace有的 麒麟9000S新品 卫星通话加卫星消息 4800万加4800万加 4830万 88瓦有线快充加50瓦 无线快充加20瓦反向充电 3D人脸是别 IP68 USB3.1G1 Mate60RS 也都有 当然 价格还是要贵一些地 16GB加512GB 售价11999元 16GB加1TB 售价12999元 此前已经预售的Mate60抛盘 价格也正式公布 16GB加512GB 售价8999元 16GB加1TB 售价9999元 再说回 Ultimate Design非凡大师 这个新品牌 有一说一 无论是之前用Somage替代莱卡 还是现在用Ultimate Design 替代Push Design 值不值得买 见仁见智 但如今的华为 确实已经不再需要靠联名 来证明自己的高端价值了 不夸张地说 华为品牌 本身就已经成了一种高端的象征 加上P60上的R版本 预计这两 以后都会是华为纸板机里 最高端的双击组合了 最后 不知道机友们还记不记得 上一场发布会 华为提到过鸿蒙的下一个版本 也就是 Hormonius Next 按照当时的说法 Hormonius Next 将会是完全去掉LSP代码的 唇血鸿蒙 在今天发布会的最后 于成东也正式宣布 代表着更流畅 更只能 更安全的鸿蒙原生应用 正式全面启动 这也就意味着 已经面试四年的鸿蒙系统 马上啊 又将迎来一个新的里程碑时刻 加上已经全面回归的麒麟芯片 很显然 一个完全体的华为 已经在路上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